拥有铁质等多种营养的牛磅 搭配香菇皮丝和酥肉燥炒香之后 再跟米一起煮熟 就成为一道营养满点的牛磅饭了 而拥有丰富胶质的川耳 加入花生 辣椒等调味料之后 尝起来爽口又健康 家庭幸福美满的锅椒梅 在每一次参与志工的活动当中 不断地突破自我 让她是越做越欢喜呢 现在新出派 健康带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说 幸福的不得了的郭娇梅师姐 幸福的师姐 你好 郭娇师姐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可爱 不要 她的脸都这样 我紧张 不会笑我了 没有 通常叫做 好 我们现在一笑笑一笑 什么紧张都忘记了啦 对不对 好紧张喔 好 我们两个婆婆妈妈就要来 来跟大家分享你的幸福啦 你的幸福让人好羡慕啦 有吗 有啦 好 到底为什么会让大家羡慕 待会再告诉大家 好 你现在要做的料理有什么 要放话 该营养呢 对啊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 牛蒡饭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喔 牛蒡饭 材料有 牛蒡适量 干香菇五朵 皮丝150克 红萝卜一根 素肉燥50克 米五杯 调味料有 盐两匙 酱油100ml 胡椒粉三匙 好了 你看看牛蒡饭就是 香菇 先切香菇 香菇要泡软切丝 好 我刚才讲这好幸福 我如果讲得有错误 你就给我纠正 叫做呢 夫妻恩爱 相互扶持 共同创业 儿女孝顺 各有成就 还有继承家业 对 然后还有自己呢 进入慈祭 对 不止你自己 你老公 对 我这样讲有没有很幸福 有 很幸福 可是在这样整个的幸福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很大的考验 有啦 也有很 考验可是有克服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是很穷 什么都是没钱 白手起家 还加了一个白手起家 好 这个就切碎碎 香菇切条 对不对 好 再来做 那就是 中天的女主角 牛蒡很营养 你知道吗 分营养 不要泡皮也可以啦 可是泡皮起来比较好吃 这个洗一洗就可以了 如果说人家煮那个牛蒡茶的话 最好就不要削皮 不要削皮也可以啦 对啊 削皮吃起来比较 这个要做成在那个饭里面 就还是要刨一下 对 所以现在刨纖是刨纖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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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时刨纖烹出饭啦 对啦 这样子 酥酥的比较好 红蘿蔔也是泡湿啦 好 也是给他刨纖 对 刨纖拖看 好 这样好了 好 这个全部都给他刨纖刷好了 这样就开始炒了 好 好 现在要炒什么 香菇丢了 香菇 Field 香菇先爆香 好 香菇 然后其他的再慢慢来爆 好 好 其實妳剛剛在講說 就是年輕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是白手起家 對 妳們那個時候就是做的行業 就是做機械嗎 對 那是妳來行嗎 王先生 他會 他本來就是做機械 對 機械其實有種類很多 是屬於哪一種 他們是機械零件 或是汽車零件 什麼我們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他本來年輕的時候 就是做這個工作的 對 妳先生是負責事業 妳負責家庭嗎 妳要幫他做是工作嗎 工作 我也幫他做 什麼都做 做什麼 做老闆娘就好 妳做什麼 沒有 那個很辛苦 機器什麼都做 機器 工輪廁什麼都沒有 叫便當作自己煮 妳就是說照顧大家吃飯 還有員工的生活 跟那個吃飯 機器我會 沒有工輪我也是幫忙做 對啊 機器是要 妳要做些什麼東西 那個 換零件我做就可以了 那個都自動的 妳也要幫忙操作就對了 對 妳會好 對啊 這是李先生會教妳對不對 對 以前的太太真的很厲害 很忙 胡蘿蔔炒完這個 牛棒也要炒了對不對 對 牛棒也要炒 其實妳生幾個孩子 我四個耶 生四個 三個女兒 一個兒子 兒子是老大嗎 老三 老三 兒子現在跟爸爸一樣做 對啊 現在事業都交給兒子了 那還不錯喔 然後交給他 所以你們兩夫妻線就比較可以 也有啦 也有在幫他啦 工廠他幫忙 主要是他現在在承擔 對啦 但是爸爸媽媽還是在後面協助他 對啦 應該是要這樣 用一些醬油 好 所以你們兩個人也才有機會當志工 對不對 女兒子很乖 很乖 很乖 那是妳是怎麼交友的啦 以前我們都... 都在做飯器 對 自己擱人要打招 自己認真打招 不過我們的兒子就是 我都沒有在學校吃便當 我都... 很忙碰便當很好吃 媽媽就是這樣 用這個方式 就創一些塑料肉 好香 好 這個就是長壽 就是說不管多忙 那個兒子的吃飯什麼 你也要跟他照顧 給予有家庭的溫暖 對啊 不是說爸爸媽媽托手 都沒有在裁面 對嗎 比如說什麼 我都是載 用摩托車載他 對 你載 對 摩托車都載四個人 以前也這樣 對啦 騎那個... 現在是... 現在沒有人 現在是違反交通規則 但是以前你都看到 媽媽還是爸爸 剛才一個 後面兩個... 兩個、三個 對啊 你四個耶 四個耶 這個所以是前面一個 後面三個 對... 三個就是你抱我 我抱你這樣貼得緊緊 對 所以其實讓孩子覺得 有家庭的感覺就好了 好 這是... 算好 對 這樣炒炒 我們就要... 把火關起來 所以料就是要煮多米 來 多米肉 這就是我們平常吃飯的米 吃飯的米 對 好 這個洗乾淨了 對 洗乾淨了 好 來 米蝦放下去 先倒下去嗎 對 要水啊 好 還要放水嗎 對不對 對 水要涼嗎 要 拌下去之後呢 因為那個米是... 五杯米 所以那個五杯米 那個材料我們就不要算了 對 材料本身就有一點水分 好 這樣攪拌好 這樣放上... 這個是電子鍋可以啦 這個是電鍋啦 電鍋你外面就要一杯半的水 下去啦 對... 要一杯半的水啦 對 好 攪拌均勻 電子鍋都不用了 好 就這樣去煮 像這樣子蒸好之後 來 就這樣啦 對不對 對啊 這樣就好 這個有的時候 你看喔 你這次的紅蘿蔔很紅喔 對 很紅的話你這個整個的 顏色就很黃喔 紅蘿蔔 如果喜歡紅蘿蔔都放一朵 不要緊 對啊 那煮起來它就會變得特別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吃一下 好 這個超營養的 對 超營養的 而且 那個牛蚌是一個 非常可以增強能量 裡面的那個礦物質質化物 什麼營養都有 尤其是含鐵汁 好吃嗎 脆脆的那個飯是QQ的 好 牛蚌的香氣好濃喔 好 這個讚 這個讚 那另外呢 我們來配個小菜好嗎 對啊 要配個什麼小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跟調味料 涼拌花生川耳 材料有 川耳300克 熟花生100克 薑10克 辣椒1枝 小黃瓜2條 香菜少許 白芝麻少許 調味料有 鹽少許 香油1湯匙 醬油2湯匙 糖1湯匙 白醋少許 好 我們看完了 材料跟調味料之後呢 登登 木耳分很多種 這個是川耳 這個最好處 川耳木耳 像小小的 小小的 你買回來這是乾的嗎 乾的就浸一下 浸一下 半小時 半小時 然後給它充分瀝乾 瀝乾 這個適合各種年齡 好 然後這個把它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 可以 好 可以 要燙一下 燙一下 好 所有的 不管是川耳 還是一般的黑木耳 反正你泡開之後呢 一定要汆燙一下 然後汆燙完之後呢 我們要準備冷水對不對 對 泡一下 再把它泡涼 其實不需要煮很久 給它滾 泡起來才可以 好 我們先來切小黃瓜 OK 小黃瓜要切滾刀 配合它 對 配合它的長相 對不對 對 好 其實我知道你另外一個小秘密 聽說 不是一開始就當慈濟之工 對 對 你還在那邊 滾摸到 好久 對 我想說什麼都不會 什麼可以進慈濟 到慈濟當志工很難嗎 你又怎麼會那時候會這麼害怕 這樣滾一下可以了嗎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來 撈起來 好 小黃瓜好吃 那個要撒清一下 用鹽巴 要用鹽 好 來 要給你放一個碗嗎 要 我覺得啦 你應該把你的心情分享出來 是 因為我們真的有很多社區的 很熱心的媽媽 他們不敢說 我不敢到慈濟當志工 因為他們覺得說 慈濟的志工很厲害 十八般武藝 什麼都會 你當時是這樣想嗎 對啊 為什麼會覺得說你很難 你是覺得我們是超人喔 對 你是這樣被嚇到手 對 沒有啦 進來就好了啦 不會 對嘛 進來就好了嘛 什麼都要克服一下 其實那個時候師姐 資深的師姐跟你說的那句話 其實我們也讓觀眾們去了解一下 那句話是真的很有智慧 那是上人說的嘛 他說丸 我的功能只有這個功能嗎 丸有丸的功能 對 筷子有筷子的功能 對啊 這就做你會嚇到 好不然每個人都做這樣 這句話說得很好 你總不可能拿筷子去裝飯吧 對 你也不可能用丸 用丸 來咬東西來吃吧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可以小看自己 對 我們都一定有自己的功能 對不對 那也就是因為這句話 讓你定下心 對 進來做 進來做 其實進來做 學的東西可多了 很多 進來慈濟很好 什麼都會學 什麼都學 都要學 其實你進來慈濟之後 你從剛開始的不敢做 好像什麼都不會做 其實你後來什麼都在做 這麼多的功能組你都去學 其實你最喜歡的還是相機 好 因為要煮 對 我們有辦法 不然跟人家別的 我們也沒辦法 對不對 這馬上又回到丸 有丸的功能 筷子有筷子的功能 對不對 而且再加上你本來就是說 早期工廠裡面 你也要照顧到 所有員工的用餐 對不對 他以前就是 像一個媽媽一樣 像員工的媽媽這樣子 對不對 我師兄說 不要讓我每天吃不到 你知道嗎 以前沒有人吃便當 對不對 到沒有人吃便當 我們也要去煮 都要去煮 都沒有吃便當 因為到我旁邊 我媳婦都要蓋下去 沒有 現在也是要去煮 好 我們現在這都傳好了 是嗎 現在我們就要把它 混合在一起了 你知道那川耳是 是多好的一種 它有那種膳食纖維 然後它可以幫助我們排便 然後還可以幫助心血管暢通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食材 而且最重要 它鐵質超豐富 川耳的鐵質是肉的100倍 有沒有嚇到 對不對 再加上花生的話 真的是又補血又補奶 我剛剛在想說 這道料理超適合做月子在吃的 那就要用那個醬油 醬油兩湯匙嘛 這個拌一拌 拌一拌那個要讓它入味對不對 對啊 好 糖一湯匙就好了 好 香油 還有這個薑下去 這個 這個辛香料的味道 其實辛香料的味道夠的話 鹽都要減量了 對啊 有沒有 所以我就說那個 你知道產婦做月子吃這個 真的是又營養又補 而且又沒有負擔 然後鹽分攝取量少 又不會造成下肢水腫 你看這樣子多好 我雖然不是產婦 我要往那邊補 對不起 我們是老年人 香... 老年人更要常常吃 這個黑木耳之類的這些東西 像川耳 川耳的口感很好 它脆脆的 對不對 好 來 你吃看看 可以了 最後在那個盛盤的時候 一個時候 芝麻彩虹下去 好 你知道那個 有時候那個天氣熱 吃不下飯 我可以吃整碗的這樣子的 就不要吃飯了 直接吃這個就好了 好 這就是我的今天的餐點 讚 有夠讚 來 這樣子吃 你有沒有聽到 川耳是QQQQQQ的聲音對不對 好 我們自己在家也這樣做做看 好 那麼再一次感恩你 這個全世界最幸福的媽媽 謝謝 感恩你 謝謝 牛蒡飯 做法是乾香菇泡軟切絲 皮絲泡軟切碎 牛蒡去皮之後刨絲 紅蘿蔔刨絲備用 起油鍋放入香菇爆香 再放入皮絲、紅蘿蔔、牛蒡拌炒 接著倒入醬油、素肉燥、鹽、胡椒粉 炒至入味之後 倒入電鍋中 再放入五杯米和五杯水 外鍋放一點五杯的水 煮熟就可以了 涼拌花生川耳 做法是 將、香菜、辣椒切末 將川耳燙過之後 撈起泡冷水備用 小黃瓜切滾刀塊 加少許的鹽 軟化之後瀝乾水分 接著再拌入川耳 熟花生 以及其餘調味料和辣椒、薑末 攪拌均勻 最後再用香菜、白芝麻頂綴就可以了 看起來好好吃喔 大家好 我是點兒 現在科技真的好發達喔 只要透過電腦 輕輕鬆鬆就可以透過網路 訂到台灣各地好吃的點心了 剛剛我搜尋的這一家 在網路人氣很夯的日式點心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在台中有店面耶 那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去瞧一瞧好了 這家位在台中東區 有名街上了甜點店 開業已經有五年囉 從網路販售起家 老闆是一位三十出頭的七年級生 阿哥老闆想要問一下啊 你們店裡有好多的點心 那到底有哪些種類呢 我們有招牌的那個乳酪條 然後燒果子 比較添日式的口味 還有那個果子甜甜圈 怎麼會想要販售這種日式路線的點心啊 我們是在2011年創業的 然後就是那時候是做造型蛋糕 就是由金主來就是找我們合作 那這段時間就是合作的不是很順利 我們就想說就是想要做一個找便 因為合作遇到瓶頸 阿家老闆決定先休息一段時間 到自己喜愛的日本旅遊善心 而在旅途當中 也被許多精緻小巧的日式果子 深深吸引 因此也開啟了他做日式點心的契機 對 滿喜歡他們那邊的文化 還有他們的甜點 所以回到台灣之後 就自己創業就對了 對 然後這中間我們有去跟一些 日本師傅去學習這樣子 那你們的經營理念是什麼啊 選用食材上面就是盡量降低 它的添加物的那個成分這樣子 對 就是秉持他們對食材的堅持 還有那個口感跟技術 今天老闆要為我們介紹的 就是店裡的冷氣點心燒果汁 所謂的燒果汁 就是只用烤的方式 所烘焙過的點心 老闆為了呈現 道地的日式風味 在選材上面可是非常的用心呢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哪些呢 我們今天有準備這個 日本的上白糖 它這個是福岡的上白糖 然後這是新鮮雞蛋 再來是昭和的低筋麵粉 然後還有這個抹茶 是來自於靜岡線的 因為像上白糖的話 跟麵粉它都有具保濕的作用 那麵粉它在製作的時候 它會讓蛋糕的水分 讓它保留住 比較不會流失掉這樣子 那製作這個點心啊 在製作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吃的配飽在哪裡 它的訣竅是在於說 因為我們在這個製作過程 是沒有添加那個泡打粉的 所以它的蓬鬆口感 是來自於說製作的時候 它控制它打發係數這樣子 沒有添加泡打粉 只憑著雙手的力道 和豐富的經驗 將麵糊攪拌成最佳的狀態 除了燒果汁之外 這個甜甜圈也是相當特別的喔 我們的甜甜圈它的差異 差在說就是 它口感是介於棒蛋糕 跟海明蛋糕中間的口感 比較鬆軟一點 抹茶的這個口味我特別喜歡 然後它上面還會加了 那個抹茶巧克力 我覺得那個裝飾還 雖然很簡單但是很好吃 然後它的抹茶又沒有 太多特別的那個香料味 我很怕那個抹茶會有 很重的味道 然後老闆用的抹茶 我覺得還滿天然的 還滿好吃的 口感上 因為外面其實一般蛋糕 都容易吃起來會很尷尬的 對 然後他們的蛋糕 吃起來很濕潤 口感就很清爽 然後不會太油膩 不會太甜 對 感覺比較沒有負擔的感覺 午後的甜點食瓜要來囉 哇 看起來很精緻 就很可口耶 來吃吃看 它的口感很紮實 然後是微甜的 然後吃進去啊 讓嘴巴有散發濃濃的抹茶香 還可以吃得到那個 粒粒的紅豆味 小小一口大大滿足 接下來是這個甜甜圈 這個甜甜圈啊 吃起來很有層次 因為它上面 有澆上一層 活活的巧克力 吃起來是微脆的 然後下面的膏體 是比較鬆軟一點的 沒有香精和防腐器 只用最道地的原物料 所做出來的日式點心 外乖雖然樸實 裡頭卻有著阿家老闆 對甜點能耐份真誠的心 天音 到底會不會很多 掃進去 大小小小小小小 也會不會讓你 就這樣